国际日报 Internation Daily News 2003年8月3日 Sunday August 3rd, 2003 美西药文 美洲国家组织举办一云高大师运雕作品展 以美加等34国组成的美洲国家组织 由该组织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主持开幕式 本报华盛顿报导 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34个国家组成的美洲国家组织 于7月28日在美国首府华盛顿主办的一场 针对各国大使及美国参众议员观赏的 义云高大师运雕艺术作品展 由哥伦比亚前总统现任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亲自主持 参观者均留下震惊性的评价 高度赞赏义云高大师带来的精美绝伦的韵雕艺术 超越自然 实为鬼斧神功 在众人的殷切期盼下 义云高大师与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 并肩由美洲国家组织李宾斯安娜欧布莱恩引导进入展厅会场 义大师夫人王玉花教授及其子女紧随在后 现场立即响起掌声 美光登克擦身此起彼落 来自于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在讲台前几的水泄不通 美洲国家组织在简介中植出 义云高大师出身在中国 现定居在美国 为杰出的研究员及大学教授 义云高大师的韵雕艺术在美国创始成功 是历史至今义云高大师为人类创始的 是超越自然美的艺术精魂 义云高大师所雕刻的鹅卵石 在石洞中更有美不胜收的玄妙幻化天地 并有祥物缭绕 妙趣无穷的气体 他是唯一能用雕刻将气体表现出来的创始人 大师的韵雕令人心旷神仪 难以言表 无论是中国广西溶洞 卢迪岩 大峡谷 哥伦比亚溶洞等等 都比不上云高大师的不可思议 而美不胜收的雕刻艺术 无论从层次之变化莫测 色彩之富丽堂皇 造化之自然天成都是韵雕超越自然之美 实在是人间找不到的 这些爵士真品的诞生 完全来源于云高大师崇尚的境界 渊博的学士和洞西宇宙万物生长变化的规律 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 皆由各国总统优选出来 现任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县领导 美洲国家组织 该组织建于亦云高大师为世界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 因此美洲国家组织特地在华盛顿首府主办大师的运雕展览 战览凯撒盖维瑞亚美洲国家联盟组织秘书长 Ksar Gaviria 博士主持开幕仪式 此次展览作品分成两大类 运雕原作三件神秘石中物 高视图和堂皇快石西集26件运雕图片的展示 凯撒盖维瑞亚在致辞中说 亦云高大师是被认证的佛教大法王 于佛教中达到了至高的成就 在哲学、科学等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所以才有这样最高艺术境界出现 为人类带来了美好的享受 为世界人类做出了最大的艺术贡献 大师各方面的成就让我们的组织来办此展览 使我们组织感到非常光彩 千里达共和国大使马亚纳瓦勒 赞叹一大师的作品游入幻化镜 这种艺术的体验让人感觉这个作品的完成 必定是来自超越人类的无形力量 引导着那只创作的手 创造出如此无可言表的艺术 感人肺腑 出席此次展览的贵宾 哥伦比亚卡洛斯大使 巴贝多大使迈可金 葛瑞纳达大使 乌拉圭阿尔玛大使 巴拉圭崔斯大使等若干大使 各个都被作品迷醉在展厅 来回于走赞不绝口 此外 美国众议院议员哈瑞汉 走到堂皇快实习作品前 不停地点头 口中喃喃自语地说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美洲国家组织礼宾司长 安纳欧布莱恩说 当然不可思议 真令人震撼 白宫总统亚太顾问委员会主席 祖炳明博士说 这是佛府神功 这是超越自然 前无古人 没有人能够复制模仿 他还说 老布希总统建了作品 以后赞叹的不得了 被李斯总理资政大卫说 今天来了这么多人 个个都称赞 个个都吃惊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不赞叹的 图下文字 义云高大师和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 凯撒盖维瑞亚 图下文字 义云高大师作品之一 十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